各位鄉親父老,大家好 本案是廣時博愛園區地址專探及試驗分析委託技師服務 這個案子由本公司反正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得標 今天由我,本身是應用地址是技師,跟各位做個簡報 這個案子的主辦單位是台北市政府都發局 由本公司得標 他計畫的目的是辦理廣時博愛園區地址專探及試驗分析委託技師服務 最主要是為了了解廣時博愛園區基地之地址及地層資料 以為後續設計作業之依據 這個是基地的位置,我相信各位鄉親父老大概都很熟悉 他位於新義區福德街大道路,福德街八十四項及大道路就是六項所謂的街廓 他的面積大概是五點零四公頃 這個是我們預定的磚孔總共有二十孔 其中有十二孔是深孔就是一百米 八孔是五十米 紅色的部分是代表深孔 目前他的分佈情形請各位鄉親父老參考一下 藍色的部分是這八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最主要我們在施工的過程當中 這邊有一個公園 會影響比較跟居民有關的就是這一塊 他總共有一二三四五五個孔 其中有三個是深孔,兩個是前孔 由於供期很短 所以我們在確認得標之後 我們就趕快進行線看 然後確認磚孔的位置 現在目前所有的孔位已經確定了 剛才有提到這五孔是比較 就是位於公園的區域跟民眾比較相關的 可能會比較影響到民眾的生活的 那我們現在孔位都確定了 我們也把它噴漆了 那其他的磚孔我們也都進行噴漆 然後確認孔位 其他磚孔因為都位於圍籬的裡面 所以可能跟居民比較不會有影響 這是另外幾個孔的一個照片 那我們整個工作流程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進行現場的一個勘查 還有孔位的確認 那我們這個步驟已經過了 然後我們接著就提送工作執行計畫書 這個也提送 目前正召開說明會 這個是施工階段的一些作業的情況 然後鑽完完之後 現場施工鑽完之後 我們會把這個研薪取樣 送到試驗室去做試驗 試驗完才會做分析 分析完之後呢 我們會提送成果報告 然後來審查 然後最後召開一個說明會 這是我們整個一個工作的流程 那我們預定總共要五步鑽機來施作 因為工期非常短 所以我們會有五組機具進場施作 那每組機具的分配是一個領班一個操作手 所以每組機具大概有兩個人在施工 那這是我們一些機具設備 包括鑽機五步 還有它的輸水管 鑽就是套管 鑽桿、鑽頭 還有一些附屬的一些設施 那我們目前現刊的結果 面臨了一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用水的問題 那目前整個基地來講 只有就是靠近派出所那邊 有一個水龍頭可以供我們使用 然後在那個是屬於公園處的 那這個也可能要請這個主管機關 這個幫我們協調一下用水 那也因為在北側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使用這個水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是不是有可能的話 我們可以跟李銘借個水來用 然後我們會支付他的水費 我們目前遭遇的問題是水的問題 那我們目前的進度 我們的公期是預計六十個日立天 那所以我們將就是整個計畫書已經提送了 如果開完說明會大家沒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進場施工 然後在試做之後呢 可能在試做完六十個日立天 試做完之後 我們會去做試驗分析完 然後開始做一些分析 然後在三十內完成成果報告 而且在三十天之後的七天內提出說明會 那因為公期非常短 所以我們預計是每天的施工 包含例假日 那我們每天的工作時間是早上的七點 一直到晚上的八點 那根據我們的分配是這樣子 我們有五部鑽機 A B C D E 那總共有十二孔 十二孔的深孔 所以有四部的鑽機 各鑽三孔深孔 所以總共就是有十二孔 然後另外一部鑽機 它就是去鑽那八孔 前孔的五十米 目前的規劃是這樣的 那當然如果公期來不及的話 我們會試情況加害機具 那為了這個案子 我們也成立了一個工作團隊 所以請各位參考 那最主要由我擔任主持人 那這是我們使用的鑽機 我們使用的鑽機是油壓式旋轉式的 KH120 總共要預計是五台 那我們是鋼索取樣法的HQ孔徑 所以它的鑽孔完成之後大概是十公分左右 那在土層呢 我們就是按照MSTM的標準 進行一些試鏈還有取樣 那到研盤之後 研盤之後我們就開始全程取樣 那這個是一個研盤取樣的一個範例 就是說我們取出來會是這樣子排列的 那如果有土層的話 我們就是打SPT 然後我們會再標準說我們把它取樣拿去做試驗 那剛才講到土層 土層的取樣 這個是我們現場施作的一個情況 就是鑽機 那土層的時候 我們會進行打SPT順便取樣 那這是取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有一段影片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施作的時候的一個影片 那就是用這樣 在土層的時候 因為表層大概都是土層 現在預估這個基地 30米以內的深度大概都是土層 30米以後才會遇到研盤 這是我們施作的一個過程 那接下來是研塵的專探 你看 沿塵的專探 我們就會用旋轉式的方式 這樣把它取出來 那這是取出來一個示意圖 就是我們在其他工地 這是在我們石門水庫的工地 取樣結果 那我們會把那個土層的部分拿去做試驗 那研盤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排列出來 那根據這些資料 試驗的結果 跟我們取新的結果 然後由我來判事 把它判事成這樣的一個圖 一個圖表 這是我們的成果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一些工作的時機 我們剛好也完成 台北市政府公務局水利處的一個文山去之洪 陳沙池的一個地質專探工作 剛剛好完成而已 然後上禮拜五再現收通過這樣 那其他有宜蘭市的倉儲市的資深 再生能源的一個地質專探 那這些都是一些我們工作的時機 地質專探的時機 還有中央氣象局的五分三的雷達站的一個專探 這是私人的委託 然後我們也專過斜口 這是難度比較高的 還有就是台中電廠的一個專探 然後一樣一個國小的專探 然後BRT的一個專探 還有新竹的高壓便電所 161KV的動道的一個地質專探 那通俄的科學園區的一個專探等等 好那我想我們今天的報告就到此 謝謝